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们 大家早安 今天是个很大的日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要到医院去 为什么我们要去医院呢? 因为今天小baby要打他的预防症 所以有点紧张 但是好像这个小baby很勇敢 比我勇敢得多 因为我很怕打针 但是好像他一点都不怕 我今天早上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不怕了 所以他应该OK了 所以大概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快要出发了 好的 等一下哦 所以我们上车了 快到了快到了 所以他的那个 都打完了 看到他们打的时候 真的很心酸 真的觉得很委屈 他人很担心他 没有人喜欢看到他们的孩子 这样子哭 但是就过了一会儿 他就忘记了 所以他现在很开心 他现在快要睡觉了 因为我们用走的 要走路回家 今天天气不错 所以今天是成功的一天 就打好了 哎呦 好委屈 哎呦 但是这个就是必须要的 为了他的未来 就是身体健康 就必须打 那再两个月 我们要回去 再打一次 所以我们就 把握机会来到这里 吃个饭 因为大家都饿了 那这里是 这个叫什么 真仙 真仙寿司 但是他们里面 有换了他们的狂食 变成 这里是真仙plus 哦 是plus 变成绿色 所以我不晓得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很期待哦 其实这些地方 我觉得挺方便的 因为你就想吃什么 你就 就可以拿掉 就是这个日式的方式 送餐的方式 不错 我妈妈刚来台湾的时候 第一次来台湾 我带她 带她到这里吃午餐 还是晚上 我不记得 她觉得 哇 很惊讶的一种感觉 哇 怎么可能是这样 因为英国这种的餐厅 比较少了 要到大的城市才有 所以觉得 她觉得哇 很惊讶 好的 那我们有吃饭咯 好的 可以吃饭咯 好的 我们吃完了 呃 那个餐厅先跟你报告一下 觉得没有什么特别 就马马虎虎 很普通的味道 所以 呃 你可以 试试看 就是里面浓得不错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还好 还可以 那现在 呃 这个离我家里很近 所以我们会走走路回家 现在在公园走一走 这个公园很漂亮很漂亮 高雄 高雄高雄的公园 越来越多 这些休闲的地方 而且今天空气很好 有蓝天 没有什么空气污染 温度很舒服 没有 没有那么热 这三个礼拜很冷 所以现在又太阳了 觉得不错 好的 快到家里哦 好漂亮 好漂亮的公园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想看到更多这种的家庭 还是吃饭的影片 你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一下 或者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你可以订阅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 或者你可以给我个按赞 好的 谢谢你们下次见哦 拜拜